天地间人世上 道义常在恩泽四方 英雄情 儿女情 天经地 河伦断肠 一当年 沧海横流 英雄本色 诸国尘商 何欲狂 才得见 忠烈情怀 只是好感 痴心拥在何欲通往 胜利万种 水土一方 恩怨百年红尘事长 都赴予大武将 大武将 作曲 李宗盛 大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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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以后天天都不开心 一说到你就想哭 所以就找我帮忙 让我公公把你掉进煤矿 这一次 我公公还算通情达理 总算挤出了一个指标 文婧 谢谢你 谢什么 我欠你的 还少吗 你并不欠我什么 幸华 这次来 我还想让你看看我儿子 看你儿子 辛华 辛华 文婧 吃饭了 知道了 文婧 吃饭吧 这个先别跟小胖说好吗 我知道 这事怎么能张扬呢 吃饭去吧 走 去吧 吃饭了 什么 很快 你 吃饭了 你吃饭了 他吃饭了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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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没来我这儿啊 没来 不会吧 这文静今天一大早就跟我说 要带着孩子回来看看你啊 亲家 我家就这么大 你要不信 进来搜吧 看完了吗 哎 这就奇了怪了 他会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呢 我怎么知道 肯定跟你家小牛又吵架了 我告诉你啊 亲家 你得好好教育一下你的儿子 他有时候做得也太过分了 哎 我说亲家母 你这说话可得有根据啊 我儿子 他怎么过分了 我当然有根据了 那天 我亲眼看见你儿子带着一个 长得跟狐狸精似的女的去看旅馆 呸 你的贵女才不会守复道呢 这会儿还不知道带着我的孙子啊 上哪个野男人家去了呢 啊 你信不信 你再胡说八道 我 我抽你的大嘴巴 啊 你抽 你抽 啊 抽吧 周春花 我告诉你 我的孙子 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 我跟你没完 谁怕谁啊 了不起啊 时间过得真快 时间过得真快 你儿子都这么大了 我们 还在这儿蹉跎蹉跃呢 新华 你恨我吗 说实话 有点儿 但人不能太自私 总要为你想想吧 现在回想起来 你是对的 要不然 你跟我一样 指不定在哪儿修地球呢 鞋合不合脚 也只有自己才知道 陆少女对你不好 你也知道 她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算了 不说这些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 明天我们一起回城吧 温江 我今天晚上过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 我不打算回去了 为什么 是因为我公公帮的忙吗 不 就算是她帮的忙 我也只会记你的情 但有人 比我更需要这个指标 谁 小胖 不行 新华 我知道 你为了朋友可以两力插刀 但这事不一样 你不能光想着朋友 不想想你妈呀 说实话 你妈真的太辛苦了 前几天 我看到她 她的头发 越来越白了 你应该回去帮帮她 我知道 我妈确实很辛苦 在小胖家里 她家的情况比我们家更糟 她爸你也认识 是购物团拉尔胡的 现在是癌症晚期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想 在她走之前 看到她而救我和归宿 这样 能让她走得安心一些 安静 我毕竟还年轻 以后有的事机会 可是 这个指标是指明给你的 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回去跟团长说一下 把这个指标 能不能让给小胖 小胖那是个人才 歌唱得好 尤其是美女 以她的水平 见你们温宫团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我知道 可 可如果她走了 这儿 这儿就只剩下你了 文静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不是原来 那个朱新华了 我箭头结实多了 我不会趴下的 这个我相信 那行吧 我试试看吧 文静 谢谢你 我也提小胖宣家 谢谢你 你说什么呀 能为你们做点事 我也觉得 踏实点 这事别跟小胖说 弄好了之后 把招公表直接寄过来 就行了 这小子自尊心 挺强的 我知道 时间不早了 明天我还要上课 你也早点睡 我还要睡 乌 我会睡 就会睡得睡 很明显 废室 你也没睡 这么晚了还打扮 打扮这么漂亮给谁看啊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我还给你带了 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给 拿走 怎么了 谁又惹你了 人家都这么胖了 还能吃巧克力啊 今天团长都跟我说了 再胖就不让我上台了 一个破五 有意思吗 跳来跳去的 有我你还怕什么 那要不然这样 我跟我爸说一声 回头啊 让你当副团长啊 成了吧 这可是你说的 你可我兑现啊 我哪次说话不对线了 好吃 我也吃 你喂我 来一块 好吃吧 你还真是一天都闲不住啊 老婆前脚刚走 后脚就到我这儿来了 她走不走我都来 怎么了 再说她回娘家了 得了吧你 我看见他们娘俩去的车站 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 我去车站送我表姐 看见他们俩上了盘龙县的班车 怎么 吃醋了 等等 又怎么了 我不想再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那你想怎么样 喝他离 娶我 你得为我想想啊 我也不小了 我可耗不起 要么娶我 要么 就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好 好 我答应你 娶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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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现在可以来表演节目了 现在可以来表演节目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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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星华 哎 星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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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华 他来找你干什么呀 看我 哎我跟你说啊 他这次来肯定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哎 我听说啊 他跟陆小牛结婚后 关系一直不好 陆小牛经常打他 嗯 他肯定是后悔了 想回来找你 哎 星华你可站稳立场啊 小胖 你想多了 文静不是那种人 嗯 难说 当初你们俩关系那么好 他说嫁就嫁了 而且嫁给那么一个 饿棍 现在他又跑来看你 你别亲信他 我相信 星华 我是怕你经不住 女人的眼泪 你就心软了 星华 星华 你 死胖子 你想太多了 回去吃饭吧 下午还得上课呢 走 哎呦 哎呦 家俊 儿子哎 奶奶想你了 家俊 我的乖孙子 奶奶可想死你了 来来来 哎 让奶奶看看 去哪儿了 你管不着 你说屁话 我说你丈夫不管你管谁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是去盘龙县了对吧 说吧 干什么去了 去睡牙山看我爸了 家俊长这么大 他还没见过呢 就是 去看刘金柱那走资派了 他不管是什么 也是我爸 家俊的姥爷 又干什么去啊 上班去 家俊 你看见姥爷了 我 那 昨天晚上 你跟妈妈上哪儿睡觉了 在星华叔叔家 星华叔叔是谁啊 是妈妈的同学 妈 这回你都听明白了吧 文静是去看那个 右派的儿子 去看祝星华去了 我说怎么就偷偷摸摸地 就走了呢 打着去看他爸的幌子 实际上呢 跑去看那老乡好的去了 家俊 你告诉奶奶 你妈跟那什么星华叔叔 他们都干什么了 行了吗 有什么好问的 去了 能干什么呀 听着我的闹心 等他回来我收拾他 请进 冯团长 是小刘啊 快来快来快来 来 坐坐坐 小刘啊 你那个同学 什么时候报到啊 冯团长 我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事 冯团长 我那位同学 他来不了了 为什么 我那位同学 想把指标让给另外一个同学 这个指标 可是我专为解决 矿上领导干部的子女和亲属的 让给另外一个人恐怕不行 再说你那位同学是怎么想的 多好的一次机会啊 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 冯团长 其实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可是的确有特殊原因 那位同学的父亲得了癌症 如果在他临走之前 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有了工作 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可是文工团需要天赋 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冯团长 这个你放心 我那位同学唱歌唱得特别好 在学校的时候 他就是有名的男高一 对了 他以前跟董教授学过声乐呢 他跟董宁达学过 嗯 董宁达可是个人才啊 那好吧 让你那个同学来面试一下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好 这个指标可以给他 谢谢冯团长 秀华 你砍柴的功夫越来越高了 新的猪头 小胖 洗头呢 敏大爷 报名队长 披点柴火 谁都叫 贴饼子 你个臭小子 你不叫老爷叫啥队长啊 你真是 你本来就是队长嘛 在这吃吧 不不不不 你老啊 在家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是通知胖子点事 小胖 市里来电话了 是医院打来的电话吗 不是 是市里啊 煤矿文 文文 文乐团找你 老爷 文公团 对 对对 叫文公团 叫你回趟城啊 相面 什么 相面 相面呢 面试 面试 对 对 那叫面试 对 西华 啥叫面试啊 面试啊 就是面对面的进行考试 如果考试通过了 小胖就能进煤矿文公团了 哎 那这么说啊 就有工作了呗 对啊 那面试对小胖来说啊 那就是十拿九稳 小菜一碟 进煤矿文公团 我要回城了 我有工作了 小胖 我要回城了 小胖 我要回城了 小胖 偷着还有肥皂胖呢 我有工作了 哎呀 瞅把他高兴的 跑啊 回宽文公团了 哎 兴华 你咋不叫你妈替你想想办法 都走了 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走不了 我就扎根靠山屯了 哎呦 那不委屈我外孙子了吗 有啥委屈的 老爷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他就剩下肥皂胖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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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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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吃囊啊 爷爷给你拿啊 哟 瞧瞧这手脏的 这这这 哎呦 哎呦 乖啊 妈妈 儿子 妈妈 家俊今天调皮了没 没有 儿子 乖 来来来 跟奶奶上楼玩去啊 忙 啊 来 走走走 家俊走 上楼吃糖去 我又妈妈 走吧 家俊 等等 你干什么 我看我儿子 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过来啊 儿子天天可以看 不在于这一会儿啊 我就想问问你 昨天你到底干吗去了 说话呀 小妞 有话好好说 别冲文静嚷嚷 啊 没嚷嚷 你也别被他的假象给骗了 要不然你自己问问他 昨天带着孩子到哪去了 我说过了 去看我爸了 怎么不该去吗 你别动不动气拿你爸爸做挡箭牌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就是去祝兴华那儿了 对不对吧 去了又怎么样 他是我同学 我不能去看他吗 这不废话吗你 小妞 文静去看同学很正常吗 啊 你别胡讲完缠 哎呀爸 爸 你真觉得 他就是看同学那么简单吗 是 他嫁给你儿子了 可他心里边 一直就惦记着那个右派的儿子呢 骆小妞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他是右派的儿子也比你强 我跟他的事光明磊落 不像你在外面干的丑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干什么吵事了 我干什么了 非要我给你挑明吗 我什么都知道 只是我不想让家俊知道 他爸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你还好意思说我 我看你就是欠仇 干什么 住手 刘文静 我还告诉你 要不咱俩有孩子了 我早就想让你滚蛋 这可是你让我滚的 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 既然你给我挑明了 行 那咱们俩就离婚吧 我会娘家住 有空你就通知我 咱们去办手续 文静你别走 爸 对不起 那先先先先别对不起了 快走走赶快走 爸 您哪 别给他脸子 我跟您说句实话吧 早就想跟他离婚了 你敢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能找到文静这样的媳妇 这是你的福气 可是你呢还不知足 整天在外面欠风流债 我告诉你 天安香那娘们不是省油的灯 我不许你跟他来往 行 既然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我也挑明了吧 我要和他结婚 你说什么结婚 对结婚怎么啦 我跟天安香有感情 和离婚就没有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跟文静离婚 我就不认你这个逆子 你以为你有能力是不是 这些年你仗着我是旷掌 在外面是我无作非为 你离开我世事 你离开我世事 你要是离开我这棵大树 你狗屁都不是 你别把话说那么绝啊 我可是你独子 你别来要求我 老子是共产党员 我不信这一套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跟刘文静离婚 我明天就让你下矿井 她 啥 离婚 妈 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她简直就没把我当个人 陆小牛 是不是又打你了 比打还难受 你别哭啊 你跟妈说 她到底怎么了 妈 我带家俊去看我爸 她就跟我闹 我想搬回来住几天 明天就到矿上去要房子 有了房子 我就搬走 她 什么不好 他是我爸 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可你应该为你公公想想 你爸是走资派 你公公是矿上的领导 这影响多不好 有什么不好 他要是怕影响不好 当初就别找我 温静儿 别说赌气的话了 好好地离杀婚 走 妈 送你回家 我不回去 妈 你跟我爸不也是离了婚吗 你老跟我比干啥 陆小牛是谁 你爸又是谁 我爸总比陆小牛强吧 再说了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爸离婚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 什么 你说什么 为了啥 怕受连累 你个死丫头 我跟你爸离婚 还不是为了你 你到现在不但不领情 你还说这些 还整天背着我去找你爸 到现在我倒成了罪人了 你爸好 你爸好 你去找你爸去 走 你脸怎么了 跟六文静打架了 没有 我爸打呢 你爸打你干什么呀 不让我和林文婧离婚 那你走吧 连你也要赶我走 你离不了你不走干什么呀 你总不能吃在碗里的 还看着锅里的吧 再说了 我就不相信 你下的决心 你爸还拦得住你 你知道什么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爸他已经知道了 我是因为你才要离婚的 所以啊 他说了 我要是跟林文婧离婚的话 他就宣布让我下矿井 也要把你赶出文婚团 那你还来干什么 我就那么贱啊 我是离不了婚 可是我为你争取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提拔你当副团长呗 真的呀 前提是 我不能再跟你来往 傻小牛 咱们俩偷着来往 他怎么知道呀 我能相信你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已经把我骗了 嗯 谁呀 欣宇 我 温婧姐 你干嘛呢 没事 我站一会儿 哦 妈 茗玉珍同志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 祝新宇同志 现在有工作了 你不用那么劳累了 你咋不听我话呢 听听啊 这像是跟妈说话呢嘛 不知道啊 还当我是你闺女呢 你呀 稍管 我闲不住啊 妈 我来吧啊 去去去去去 你上衣校够累的了 赶紧洗洗睡去 老让我洗洗睡 那我看书去了 嗯 哦对了妈 刚才我回来 看见文婧姐在院子门口哭呢 啊 啊 为啥呀 那我咋知道 肯定是跟她妈吵架了呗 她妈那臭脾气 她 她怎么去找她姑啊 那梅姨和东海叔都去看子龙了 家里没人呗 哎 妈妈 你别多管闲事 真是 哎呦 我的天哪 你衣服都瘫坏了 啊 文婧 真意 怎么了文婧 真意 我妈她 别哭了 走 跟一进屋说去 啊 别哭了啊 来 啊 昕雨啊 哎妈 文婧姐 文婧今天晚上跟你睡啊 哦 行 文婧 别想了 睡一觉明天再说 你也别看了 陪文婧聊聊天 行 都早点休息 嗯 文婧姐 床上坐吧 昕雨 这是麻烦你们了 嗨 不麻烦 文婧姐 我倒是替你难过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你说那个陆小牛 她怎么能那么对你呢 不知道 文婧姐 我这人说话一直都很值 我今天说了什么呢 你也别不高兴 我觉得到今天这种局面 都怨你自己 当初你要是嫁给了我哥 我哥能那么对你吗 不过说到底 你还是嫌我们家成分不好 幸运 不是那样的 那 那又是为什么 陆小牛是个混蛋 我们都知道 可你还偏偏要嫁给他 我哥 我都是为了你哥 为我哥 这话 我对谁都没有说起过 你 你还记得有一次 我娘把我锁在家里 我让你帮我把锁砸开的事吗 记得 我记得当时 陆小牛是造反派的什么司令 他把我哥给抓了 我去找陆小牛 让他放了你哥 可他要我选择 要么嫁给他 要么就把你哥送进监狱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你说的是真的 我 死胖了 你有病啊 兴华 还有十分钟下课呢 你敲什么敲你 兴华 我烤上了 真的 祝贺你 我就知道你能烤上 咱不上课了 回去给你搞懒菜 接行 兴华 兴华 别哭了 我说你哭什么哭 我都知道了 啥 松团长跟我说 说那名额是给你的 我说小花 你还不知道吗 就我们那两把刷子 烤上门工团 真没你 冯团长说 那名额是专门给你的 你是为了我爸 不说这个了啊 你爸 高兴吗 嗯 喝了两碗粥 我妈说他从病了以后 没有吃过这么多东西 回去好好陪他 人的精神啊 是能创造奇迹的 嗯 我知道 走吧 回去给你收拾收拾东西 我找老爷啊 掏护车 然后下午啊送你走 谁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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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花 是你啊 你早来了 我是为了文静的事来的 啥事 说吧 春花 这文静的事儿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可这当妈的 不是这种当法 文静 一直在陆家 受了那么多气 回来跟你哭哭怎么了 你还把她赶走 你这不是把她 往绝路上逼吗 本来啊 我是不想来找你的 可是文静 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跟金珠又离了婚 你就她这么一个女儿 你说 你在跟她闹僵了 你不就成姑娘的 你不加寡人了 春花 你要真是她妈呀 你就赶紧把文静接回来 她在哪儿 在我们家呢 走吧 小胖 你快点 清花 我马上就走了 这儿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怕我抢不开 寻转见啊 我一个人高兴 还来不及呢 你说我一个人 睡那么大一张炕 没人跟我紧 也没人跟我抢吃的 再也听不见 你那珊瑚海啸的呼噜喽 来 来 来 老爷 大爷 小胖啊 马都套好了 新王哥 我 你快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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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又来了又来了 你送了封信 行 你们走吧 清华那我走了 清华 你自己保重啊 清华 走了 走吧 清华 再见 行华 你保重啊 你也是 写心 清华 你保重啊 清华 你好吗 令方蕾欣说 知青点就剩下你和小胖了 我真被你担心 我真被你担心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不过我知道你是要强的人 不喜欢听这些 我就不说了 说说我的情况吧 我在这生活得很愉快 老师们都很喜欢我 跟你说句悄悄话 千万别告诉别人 老师们都说我很有前途 有可能留在团里 你妹妹不差吧 唯一让我烦恼的是 为阿姨三天两头打电话来 我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想提醒我 是她为我创造的这一切 要我懂得感恩 乖乖地做他们家的媳妇 可是我一想到 要跟李纯心生活一辈子 我就不寒而礼 星华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嘉宜 听到你的悄悄话 我高兴地大喊了三声 嘉宜你真棒 好好学吧 相信有一天 我会在舞台上看到你精彩的演出 至于你的烦恼 我觉得你根本不必担心 爱情不是强迫的 如果你真不喜欢李纯心 就跟她直说吧 至于你的烦恼 我也不好说什么 那是你的私事 你自己决定吧 如果你觉得跟李纯心不好相处 你可以多跟她沟通一下 嘉宜 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天刚送走小胖 她的歌声征服了所有的人 被招进了煤矿蒙工团 胡司令走了 雕餐门长也走了 沙家帮就只剩下郭建光了 不过你不用为我担心 沙家帮还有好多乡亲们的 就像沙奶奶唱的那样 我会养得 遥远保留状 小心 小心 摩 妈 妈 妈 丹卫啊 让我到神卫党校学习三个月 我知道 是我跟魏书记说的 你说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不愿意学习的 你干吗让我去啊 嘉仪被撞了 昨天已经送回来了 在哪个医院 我去看看 别去啊 医生说了 她伤得不轻 搞不好啊 要终身残废的 那现在谁照顾她呢 我打电话叫她妈来了 对了 你跟妈说实话 你们俩的关系 确定下来了没有啊 没有 一直都没有确定下来了 她一直都不松口 还说要考虑考虑 这我就放心了 谢天谢地 你们俩关系 要是确定下来的话 她要是一辈子站不起来 你还不得伺候她一辈子 我当然不愿意了 我想找一个漂亮的媳妇 又不是娶一个 摊在床上的病人 所以我让你躲开 这个是非之地啊 妈走了啊 妈 你不说那个 方伯伯要出来工作了吗 方伯伯人太倔 不肯配合又不肯低头 我看她的解放啊 遥遥无期了 老花怎么说来着 实实物者为俊杰 你方伯伯啊 就不是个俊杰 那袁阿姨那边呢 她不会劫得咱们 过河拆桥吧 不应该吧 咱们够对得起她们家的了 你看 女儿的工作是咱们找的 你再说了 她女儿撞伤了 不是咱们造成的呀 而且所有的医疗费 都是我们文化局出的 够意思了 妈 不行 我还是去看看她 不许你去啊 医院那儿我都安排好了 男子汉大丈夫 你应该拿得起放得下 哪那么多人情长啊 去去去回家去啊 收拾好东西 你跟我过两天就走 听见没有啊 回家去 医生啊 外二科在哪儿啊 往那边走就是 谢谢啊 没事 袁大姐 家义伤到哪儿了 余珍 伤到坐骨神经了 大夫说 大夫说 说什么呀 说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要挺住啊 先别哭 余珍啊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家义这孩子这么年轻 他万一要真的站不起来了 你说我怎么办呀 袁大姐 你得挺住我 还要挺不住我 家义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我监着你 这首想要是吗 你也能靠近的 你也不抖羽 你也不看不得这首想要来 你也不抖羽 你也不让我快乐 大夫想要走 把思念记载 海风吹拂 海风吹拂着西海深深 把记忆 记忆打开 梦笼中收藏 寂寞的期待 谁的背影 徘徊了一个时代 虽然终了疼 浓浓的山来 深爱 你的眼眸 模糊了年了 望穿山海 望穿山海 我再也站不起来了 嘉义 别说傻话 你一定能站起来 你必须去 住下王 姓柱子 你干嘛 你干什么你 你放开 你放开我儿子 我要揍他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再也用不着我这老兵保护你了 回吧 回家吧 请允许我 向你求婚 你可以允认许我 你老是在哪里 有时候你不在乖 看来 请允许我 抢好 我这说 我门准处理 我n contest 请允许我 这 我觉得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